《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國事同學會 繼續有我阿昌 楊繼昌和大家主持 今天有兩位嘉賓主持 中間有阿龍 另外有楊漢群 和我們一起談談 今集我們想說一些正宗 我們所謂在大學裏面講國事學會 就一定要講的話 就是剛剛新鮮鬼異辣的 昨天在內地就有一宗恐怖襲擊 但是不是疆獨不是藏獨不是愛爾蘭共和軍 好像我們之前說的 也有阿爾蓋達 未知未找到那宗集擊和阿爾蓋達有沒有關係 但是暫時的證據 就好像跟一些拆遷上訪很有關係 就是在江西的虎州 有一個所謂的連環爆 還要炸在虎州的市政府中心的大廈 很針對政府建築物來炸 擺明了 還有蘑菇雲 是的 我們看看蘑菇雲 麻煩同事我們看這張照片 這個就是江西 其實我不應該笑 但是那個感覺是 你說完之後 我覺得真的是蘑菇雲 炸到好像不像打破 還有事後有沒有核輻射的探測 真的很厲害 我看到爆炸的威力就是看到這個樣子 就是蘑菇雲的威力都非常之大 連環爆於三爆 這張照片就給大家看到 涉嫌的主犯就叫做前明奇 他看來已經寫微博的時候 已經是預計了大家會對他的質疑 所以他在微博那裏 看到他那個簡介那裏 他講得很清楚 就說 我身體精神一切正常 至今也無違法犯罪 非法上訪的行為 因為合法新建的樓房 被非法拆除 造成我巨大的巨額損失 十年 即是他聲稱 十年訴求未過 迫著我就走上不願意的路 中間他 我能夠在網上找到最新的一條微博 其實除了他之外 還有八個被拆遷的當事人 每戶最少損失一百萬 最多損失二百萬 向江西省虎州檢察院 求見檢察長反映 因為關於什麼事呢 原來就是臨村區政府 借修建京福高速公路 是不是北京福建呢 你猜是這個 京福高速公路 名義就是園紀委書記 習東森 違法拆遷 也從中黑購徵地的簽款 約一千餘萬元 虎州市法院的法官 偽造證據 等枉法裁判 至今未果 但他自己說證據確鑿 還有一張照片 不好意思 這條微博是誰呢 就是一個蘇惠晶的女人 她說到 剛剛這位前明期 涉嫌恐襲的主犯的妻子 他也有一條微博 就這樣說 前明期已經死了 但我上訪的腦就不會停止 他走了 還有我 如果那天我也走了 還有我們的女兒 或者陷加和他死過 真是麻煩 我記得那天他說 他會等到事情完滿解決的那天 結果現在他走了 我會繼續走完他剩下的路 有關部門該出面 出面解決我們的事情 一個合法的農民 被逼成違法的犯罪分子 前明期死了 他的精神還活著 那 這件事 其實 剛才未開節目的時候 阿楊和阿龍都談過 其實我們連年都 已經有一單 不過數下這一單 應該是最嚴重的 其實不止一單 到處都有 只是群體性事件 在中國一年都十萬以上 這些個別的暴力傾向 報復政府的事件 其實是 當然沒有辦法 多不勝數 只不過是特別勁的 那些看得到 那些看不到的 是很厲害的 一單是因為 你想掩蓋都掩蓋不住 你摘不住 有蒙古人沒辦法 他是連環爆 如果你要把 國內恐怖事件 你只能和 99年美國 奧克拉 河馬州 政府大樓爆炸 去比 不愧為中國 聖誕發明 是發明火藥 你以為我們見到 之前的一些 所謂每年的暴力事件 我們想想 例如 在上海 應該是07 08年 有個陽街 衝進警衛所 找刀插公安 然後 我忘記 去年 前年 在湖北還是湖南 湖南 對 殺法官 拿著槍 湖北 湖北 拿著槍 又進去殺法官 情況差不多 法官又是亂判 然後 我還記得 電視畫面 當香港的記者 去到 採訪 當地採訪這宗新聞 很多群眾圍著法院 一見到記者 他們就衝到記者 他們不是說 哀悼法官死了很慘 而是 每個人都拿著手上 一張法院的判決書 就說 法官亂判的 令我們人才良失 要生冤 是等記者來 去做這件事 所以 再加上 其實我們聽聞 有很多單 都不知道哪一單 可以證實得到 例如剛剛聽到 我看上網新聞 好像雲南 還是貴州 又有一些集體群眾 又塞了高速中路 又因為精備 這些問題 但我覺得 這一單 是 我 自己感覺上 在歷史上 是一個異數 找不到一些案例 可以比較 為甚麼呢 就是我們說 恐怖襲擊 用炸彈去炸 針對政府的目標 歷史上 通常都是因為 種族的仇恨 或者你要搞獨立 愛爾蘭 愛爾蘭 龍郎軍 尼巴 薑毒 巴斯克 分離分子 但是同一個國族裏面 在沒有這些民族的訴求 但是也要炸彈去政府 答案是有的 答案是有的 美國那些激進的保護動物協會 或者翻墮胎人士 都做過這些事情 但是 去到這麼大規模 就真的少之有少 而且它也不是因為族群的問題 你看一下主要是因為腐敗 你看到多數都是甚麼呢 精地 強策等等這些問題 而引發出來的一個社會 不安 又牽涉到維權維穩等等各方面 如果看回他們的行為 是一年比一年激進的 以前我們看到 2005年中開始 其實是大規模上放的 然後再過幾年就出現楊佳事件 殺警察 再來去年的殺法官 今年就直接用恐怖襲擊去表達訴求 其實反映到 其實上方機制已經完全無效 而且你自己看到 受害者如果是 所謂受害者 可能先是施害者 然後才變成受害者 如果是官府的人 一般民眾是很同情施襲的人 好像楊佳受審的時候 上海法院外面 有些人舉牌說 刀客不撈 楊佳萬歲 楊佳是類似武寵那些 洗鴛鴦流 罪打掌門神 那類的好漢 這些是否都是中國國民教育呢 這些都是中國的傳統 這是中國傳統 即是史記 我們說遊俠 說刺客 像你剛才說 永州那個應該是湖南 湖南不是湖北 那是一個護衛來的 因為審案的時候 法官認為審案不公 就在開審的時候 他本身是護衛有槍 就開槍把那三個法官打死 大發人心 當地人覺得大發人心 殺法官 其實這些事件 我們可以用著名的經濟劇目刺馬去比 你看看水戶主那些打貪官 或者你剛才說的刺馬 或者其他中國那些小說 民間古書 很多這些 就算不是這些暴力事件 我記得台灣那時候 是否去年有風災 然後花蓮那條路倒了 有個珠海的團 在蘇澳公路那邊 整車都沒有人生還 然後內地的網民竟然說 死得好 為何這麼殘酷 或者這麼冷血 原來整班的珠海團主要 就是由稅局的領導 即職員再加上他們的親戚 包含台灣玩 稅局的 是互拜溫床的人 你除了看到他是殺官那些之外 還有一種令人非常之痛心 和不開心 就是去年出現連環 有餘院兇殺 突然間一個人 因為他積聚了很多怨憤 去幼兒院那些 二、三歲的幼兒斬 結果 全國突然間很多地方 都出現幼兒被襲事件 我剛剛聽到新聞 就是現在他有方法 幼兒被襲 可能是省級 未必是到國家規定的 即是省級 或者市級 要規定幼兒院要有些 演習 要訓練兒童 不要那麼容易 就是可以被兇徒有機可乘 所以 這是近期的新聞 演習是怎樣做的 例如叫一群學生 在學校門口 有一個人 你給糖 學生你們不要走 學生乖乖地給糖 沒有反應 給其他食物 沒有反應 然後 有一個扮兇徒的人 拿個iPad出來 那些食物全部瘋狂 走過去 那證明呢 首先我們看到一個 這樣的驗狀出來 第二就是一張 我也記得一張很出名的照片 未必出名 但在網絡上流傳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就是說 是一個類似幼兒院的建築物 門口有一些紅色的帶子寫著 冤有頭 債有主 殺人請去政府 是啊 你在網上留言 哎呀 我也同情你有冤 但你不要拿小朋友 去找一些觀算帳 網絡的意向和意見傾向 都是這樣 結果抓到一些兇徒 其實他們本身也是拆遷受害者 多數是拆遷 是的 而且也有些人 除了說冤有頭制有主之外 他們也都 反映一件事 他們也覺得 強者向更強者抽刀 弱者只能向更弱者抽刀 其實反映到整個中國 是有精神病在 所以說拆遷 或者是收地 很明顯都是土地的問題 我覺得這真是歷史 你中國共產黨做甚麼起家 土地改革 土改 打土豪要歸功 打土豪分別 今時今日 農民你第一件事 你最受的影響就是拆遷的影響 這個當然跟經濟發展有關係 理論上或形容上的說法 就是保住經濟增長 這樣就可以壓低人民的訴求 繼續自己的專政 甚至接近獨裁的體制 但現在反過來 經濟發展到一個地步 你要保住經濟增長 不斷地發展 周圍地不斷地收 中間你的官和商 我們用分老的角度去說 中國為甚麼有這麼多這個問題 是因為中國的投資工具太少 你所有有權力的人士 只能夠投資土地去保值 保護自己的財產 所以其實中國應該要大力發展 它的金融業 這樣疏到 一班有錢人不要這樣 濫徵土地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就解決了 金融業要衍生零類腐敗 金融你一定要跟土地掛鉤 在華人社會 就算先進到像香港一樣 土地問題到現在 都是越來越的矛盾大 而且你看到 中國的土地問題 你剛才說到經濟增長 這些方面 中國其實 谷到GDP這麼大 GDP的成份 鋼筋水泥和土地有關的那些 其實佔了大概五成以上 如果是一般消費 都是大概三成多 甚至還在收縮 小平說過 我們要複製無限的香港 以土地和高地價為根 沒錯 將香港那種 政府大部份的財富 來自土地的時候 上面的地方政府 又是複製這一套 而且他們沒有一個健全的法制 來限制公家的權力 政府的主要收入來自土地 腐敗的東西又來自土地 中國整體GDP的主要成份 又是來自土地上面的 鋼筋水泥的大型建設 結果周圍有拆遷 整個徵地 很多群體性事件 個別的特別勁的暴力事件 自焚等等 所以大家經常想到一個問題 中國什麼時候崩潰 什麼時候爆煲呢 除了土地 經濟法增長總共有一天 你不可以保持到千秋萬世的 雙位數的增長 再加上有一個 整天有一個邏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 就是人口紅利 就是說 因為你人口 一段時間 你的勞動力的人口 是最強大的時候 你投入生產 但是你會老的 你又不可以被人 你又一孩政策 你又不敢再生不多人 繼續生下去 其實你這個 所謂的盛世 其實不可以持續很久 所以我們經常都在想 究竟現在已經連環爆了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例如如果去到一個人 去到自焚 這些事情 已經是一個很動 很扣人心弦的畫面 應該激發到很多人 走出來 出來搞革命 特尼斯就是這樣 你一個人出來 夠膽死的時候 就是民菌為死的時候 大家就 就來 但現在我發覺不是 你 那麼多人出來 自焚也好 放炸彈也好 斬公安斬法官也好 對抗拆千隊 遊戲都可以玩 扔波蟹 扔手樓彈下去 對付拆千隊 我們都未見到 有所謂的 用內地唇語 革命的勢頭在這裏 為何會這樣 如果我們看回中國歷史的發展 其實如果你要去到一個全民大起義 或者叫大暴動 你一定有幾個因素 起碼你一定要有一個很腐敗 社會和政府 現在有 另外就有一個大的饑荒 現在沒有 另外還有就是 整體國家和政府 國家的勢頭向下坡走 即高峰期過了 政府的統治力 是逐漸有沒有減弱在那裏 不過這件事 我們暫時看到 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未出現這個情況 他仍是整體國力和上升 而且他是整體國力上升 之外他亦都利用很多外交手段 去確保他的國勢不斷地上升 你看到上海合作組織 以至到他先前 他在金珠五國裏面 和其他四個國家一起 聯繫搞一個經濟合作的時候 你說國勢仍然是維持高增長 所以他一定要維持 起碼GDP表面的高增長 否則一旦經濟籌碼沒有了的時候 或者出現一個經濟硬絕路的時候 可以很多社會的矛盾一下子爆出來 就真的怎樣維穩都維持不住 即使你說富庶如日本 其實他70年代就是他搞完東京奧運之後 他的國勢一落 結果一連串的赤軍 以至到他農民的地方暴動 也是搞垮了日本80年代的經濟 所以你聽他這樣說之後 我也明白了 因為我們之前說回 莫里花革命 說回北非或者阿拉伯世界的狀況 其實這個不是純粹 他們不單純是一個民主的追求 大家夠膽出來做一個民主的追求 所有原因都是糧食價格上升 通脹太厲害 其實都是一個維權的問題 因為你是一個切身的權益 最簡單的就是衣食主行 糧食是最基本之中的基本 糧食價格上升的時候 其他的問題就接中而來 但是我們看到另一方面 其實維權和維穩的作用 我們經常說互聯網的作用 我們看到微博 很快 剛剛大家看到的資料 剛剛上載的時候很快就被人刪除了 剩下一些圖片 可能在香港的伺服器 還可以留下來 但其實這件事有人說過 你花這麼多時間去維穩 會不會能夠拖垮到 他們本身的維穩系統和機制 維穩本身是大生意 你越丟得多錢 越多人參加 既然你記得利益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的政權才會越穩固 但問題現在你是 你是越來越多人去維權 你因為合法和正面 應該有的公民權利 是不斷受到侵犯 不斷受到負壞權力的侵犯 正因為中國在這方面這麼薄弱的時候 政府就是不想建立 每個人都有他應有公民權利的這個概念 所以他建立了維穩這盤大生意 維穩除了我們說維穩辦之外 還有全國一大堆的 有網絡警察 還有網絡警察 五毛黨也有份 所以你想想五毛是一門很大的生意 在這門這樣的生意之下 究竟既然這麼多幾多利益者 在這裏革命的勢頭 除非這班人沒有反食 否則其實都不會有這樣的浪潮出現 最慘的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覺得 將這個狀況在內地來說 是一個常態 不能怪內地的朋友 他在那個生活環境長大的時候 如果我在文革的時候長大 我覺得每天念紅 紅包書 聽最高指示 這當然是常態 例如這宗事件 他只不過在雲雲 一千萬八萬單上訪之中 他只不過是其中一單 他還不是最不幸的那種 我看回他最近的報道 他其實是一個做生意 有發明天才的一個商人 他是賣棺材 還是電兵箱棺材 他是賺到錢的 只不過他是完全沒有經濟困難 問題是他調戲不順 他亂給人拆遷 他辛辛苦賺回來 起了層樓給人拆遷 上訪十年都沒有出路的時候 才被迫著他去做這麼驚天動地的事情 他既然有發明天才 你亦都可以想像到他挺有創意 還有他可以做到連環爆 一般農民做不到的他做到 絕對是不出奇的 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了 他一定要去到這個地步 才能夠宣洩到他那種元氣 或者要社會聚焦在他那裡 但如果我們這樣推論下去 其實你一個一個爆 如果大家十個都爆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很正常 這也是另一方面 民禧原來都沒有所持 當然來地的機會成本太大 即是說我們看到網上 大家一起幫口罵兩句 他們做得到 但真的要出來的時候 當然他們真的要被人抓 要被人鎖的時候 當然要嚇退他們 另一方面 我覺得就是你所說的那種維權 對面對於維穩 開始越來越無用 因為我初時記得有人罵 例如香港很出名的評論家 梁文道 有人罵他 你回大陸寫東西 你很避忌 你是不是為了賺大陸的水 忘記了你本身的位置 或者應該知識分子那種不平生命那種 文筆封骨 但他的解釋就是說 其實我寫的東西是有得避 但我是希望在限制之間 將條線越推越前 即是他在文章上面 不斷地提及一些維權 個人的權利 民主 或者是 即是說人權 即是那類的字眼 發覺是有效的 因為那些農民可能目不適丁的時候 當他真的需要維權的時候 他拿到資料的時候 他就懂得 對當地那些官 或者那些 執法部門 這樣說 這個是我的人權 這個是憲法第幾條 怎樣賦予的 長遠來說 前面默化 對於整個社會 是希望 增大維權 或者維權的意識 但是現在看到不是 他發覺 用最無賴 耍無賴 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有權嗎 然後 法官就照判你 當你無盜 然後 去到艾薇薇 記者 或者外國傳媒 都問到 你現在都不是說 他 是不是屈他的問題 現在是說 你自己 白字黑字 寫的法例 你自己都違反 你拘捧的期間 你和銀鑼鑽 你自己寫得明白 你說得這麼詳細 是沒有用的 因為 根據某中大學者 花了16年的研究 中國是沒有司法系統的 你給人那種感覺 我簡直耍無賴 這個無門關我的事 你要相信中國的法治 簡單來說 真的無恥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 究竟 這個 中國 我們 耳心的情況 會不會真的有革命和暴動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談讀一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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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再次回到第二節的國事同學會 繼續有我阿昌阿龍和阿楊 我們三個在講一下 中國究竟何時會爆發這個革命 或者暴動 我看網民 香港尤其是 看到這則新聞 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是法叔做的 法叔出資 開波了 劉協革命 劉王叔 劉王叔領導劉協革命 王叔幾二下 我也想有一集去講這件事 在網上的人太有創意 而且他還做了一隻遊戲 安市之亂 把沙田大埔和粉嶺連在一起 最搞笑的是 看到鄉村的建築物 全都有功效 祖墳的士氣會加五 然後有個隱藏人物 全部人的裝甲會加十個人 叫鄧達志 好笑 但我們說回林完傑之前 說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中國的媒體 我們說這些 我們說中國來南方島市部很出名 經常打擦邊球 搞到我們其實 可能他們沒有心 我們放了空椅子 我們都說 他一定是幫劉曉波 有些很明顯的 剛剛有一個 被人刪除了那個社論 就是這個 四川大地震的三周年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國時同的節目 才能看到明篇寫論 為何他會說 陶瓷的瓜子 就是因為艾薇薇本身是英國的藝術展 展出過的作品 中間寫論就看到一樣 就擺明是暗刷艾薇薇 現在立即要刪除了社論 但是剛剛我們就說了一個問題 這些擦邊球其實都是擾滴的 都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用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慢慢給有一個作用 他的擦邊球除了是一般的社論等等之外 我們看到內地新聞工作者在高壓情況下 他們其實是不斷地去發掘一些社會的議題 而是可以見得到光 又可以換起社會的關注 好像現在的有毒食品那些 我們看到很多記者 甚至中央電視的記者都是 他們是冒很大的風險去採訪 如果不是隨時 記者偷影 他就在那裏浸賣 中國食材安全報告 加些人肉料到海都沒有人吃得出 其實我們看到內地新聞工作者 他冒的風險是比香港的新聞工作者還要大 或者其他地方的傳媒工作者 其實他們冒的風險都是很大 基本上我們正在做戰地記者 是 所以說起有毒食品 除了說土地的維權運動之外 其中一個維權政權比較出名的就是趙連海 我在這裏也說過 為了趙連海 我特意才開了一個Twitter 去看看他的Twitter最新的報導 他前幾天又被人抓過又被人點 他的立法小心頭像是否改了 所以我剪了幾張相片出來 給大家看看趙連海在微博上說什麼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就可以告訴大家 首先這一段就是5月27號 他又被人失蹤了 剛剛回來 他就和大家報平安 但他報怎樣報平安 他就說靠 大家都知道卡爾是為什麼 他就說 下午一點多給我帶走 到現在一群國寶輪流恐嚇我 真的以為我是被客大的 今天把我的氣毫不留情地訓斥他們 我的態度還是這個態度 不想讓我所謂的折騰可以 那就是把所有孩子們的事情都必須解決好 否則我即便粉身碎骨 也不會停止的 要帶走或失蹤隨便 用到國寶這個字 我想他都幾什麼 是 國安 但問題是你會連繫到 德國的十三太寶 那就是因為 開始的時候 大家如果見媒體 傳媒 他的言論都是很 很溫和的 在國家體制之下 我又不撐 看微博他最近又開始發瘋 想不到他 我們看下一段微博他寫什麼 他就說 昨天晚上老婆問兒子 你爸要是再被抓走 你哭不哭呢 然後兒子就回答 抓就抓吧 省得那些警察天天來 我家女怪煩的 抓走了 還省得我天天 爸爸給我爸爸管呢 然後 他就說了粗口 這裏 暫時 他以為止人 就看到我們網台 我們可以說粗口 但也不說了 大家有心自看 他有一句就說 中央 明白了 中央就是十龜頭 即我來講十九 可能是廣東話 我不是太明白 北京那些里語 最後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所謂普通話 發飆 阿智聯開 怎樣發飆 他說 媽的各種混蛋 至觀來敗 即便把我傳 都人間消失 哪就等所有結石寶寶們 長大之後 再跟你們這小混蛋 繼續算帳 那 OK 他們整班人肉炸彈 之後變成射離子 所以 這個Twitter 就是 大家總是想 普通話拼音 趙連海 Z-H-A-O 趙連海 H-A-I 趙連海 如果你看這個Twitter 可以關注趙連海的Twitter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 一定有很多人 第一件事會問這個問題 我也有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為何趙連海 這樣維權的人 可以翻牆上Twitter 正因為他是一個這樣維權的人 他才要翻牆上Twitter 其實原來我查過他的背景 其實趙連海本身是 跟中央或政府部門工作過 所以其實他 原本 跟政府的關係很密切 甚至 好像我們香港的說法 其實 你本身 你是做公務員 出身 收入無憂 但是因為兒子 吃了毒奶粉之後 所以才走上這條路 因為很熟悉 內地的操作 反而令到他更加知道 如何被關注 以及 也可能因為以前 有些關係 所以現在零月好家 雖然被人 基本上是軟禁 但是仍然是回到牆 而且他因為國際知名度相當高 他也知道 內地基於你的知名度 也不敢對他怎樣 幾年前 北大有個新聞系教授 叫招國標 所以他也是用這種方法 去宣傳他自己的理念 其實這種方式是越來越多的 不過相比起來 如果你來樓下 就更嚴重 他現在又是音訊傳播 是的 總之 現在你一到他維權的時候 你就要一個普通的百姓 付出很大的代價 其實一般來說 都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很多都是引起吞聲 看看是何時一起爆 所以這個是 我們見到 他裏面有很多黑色幽默 網上黑色幽默 其實很多背後辛酸 他們特意創出一些詞語 被人聯想到其他東西 希望這樣可以早些引爆 但是暫時都不會引爆 是的 我們經常在香港覺得 監控是很厲害的 但其實有很多位置可以走占 例如我聽過有些中學生 他是去北京做交流 當然不是中聯辦 我們當年過市學會搞的那些 就是中聯辦安排的 還有中學李先生 解決所有的 交流團那些 而是說自己去 真的好像去到 真的聚員賓館 找到那間上訪人士 聚集在一起 那間住的賓館 真的找到那些上訪的人士 那些中學生 香港的中學生 都去做一些訪問 我們看到原來 雖然我們的印象中 好像監控得很厲害 但仍然都走一路 這些風聲 我不知道究竟是 國安的部門 一時鬆下 還是 還是那個政策的問題 你知道中國的政策 隨著每一分每一秒改變 剛剛那天找爺爺 走出來 說完那些話之後 可能又鬆一點點 但是說完之後 沒多久 然後又會移動 所以 我們在說 其實 剛才說到 上訪的制度 基本上 你現在都已經 沒什麼作用 但可能還有少許作用 人們都想著 其實 這件事都很傳統 很古老那件事 當年我們看包青天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你要去開封府 去京城 才可以伸冤 香港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們國英政府年代 都是上手去英國書物園 但那是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 就不是一班人 英國書物園 貴 就沒有這件事 肯定先進中國的司法很多 所以中國的司法制度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 剛才我們說到 本身的法官 基本上 沒有任何法律培訓的水平 第二件事 就是說 他本身對於法庭那個 或者法律的理解 好像跟我們香港人 非常之不同 法官是黨員 香港的法官 以英國的法律來說 絕對是超越了所有政治和政黨 甚至社會的任何利益團體 他和公園一樣 要講政治中立性 但是 法官除了講 除了黨員之後 他們最重要得到的培訓 就是要根據馬克思的遺物史觀 我記得有一集 亨槍集也有說過 一些有心的法官 接受了訪問出來 奇奇利利 聽他的回應 知道是比較 在鏡頭面前 比較有心的法官 就是想推進法制的進展 就是說 特地走到農村 開庭 去審理案件 就說 村民令法律更加不紋身 亦對法官 表示更加親民的形象 雖然他有良好的意向 去做一些所謂法制改革的事情 但是 在我們那個 思想體內 法庭不是親民的 所以才有藐視法庭這條罪 如果你在法庭內 亂圈挖也好 或者亂丟鞋 法官隨時可以加你 傳統中國不是說 你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 例如你故意由廣東 走到開封府那邊 見到包大人之前 你這樣做根本就是擾亂了包大人的工作程序 所以你擊鼓鳴冤員之後 你就會被人拖進去打三十大板 然後才開始審 你打完三十大板 如果你真的有冤情的話 那就應該 師弟葬子 是的 你肯受的 其實都是成本效益的機會 肯受的三十板 你就有一個 至少就 證明你應該至少有些冤情肯罰 是的 但是這件事其實 因為基於維穩等等政治因素 很多牽涉到群眾 或者是查查到某個即刻的幹部等等 他就要停 法官亦都不可以超越政治 即是在內地來說 香港的法官是一定超越政治的 但內地不是 所以變成很多案 其實就不能夠很公正地去判 加上聲案是個好例子 加上他那個媒體 亦都是一個很強的限制 變成司法媒體 都沒有辦法給別人有一個 新冤的渠道 一旦他那個媒體和司法 再加上行政權力的腐敗霸道 一起出來的時候 很容易剛才見到我們這幾年 經常見到有爆炸 群體性事件等等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我看見這麼多 如果最大群體性事件 很多時候都是由土地起的 我自己感覺 如果中國真的想維穩 他要來多另一次那個土地改革 就不是50年代毛澤東那種打地主 鬥土豪那種 但起碼你在土地的權力那裡 一定土地法制的權力那裡 一定做得更好 就不可以變 前幾年說私有產權法 就是每個人在土地 或者私有財產那裡 其實是得到很多人很大的期望 但現在慢慢消化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他有兩個地方可以參考 以前毛主席那種鬥地主鬥土豪 現在我想一般人都不會認同 但香港那種 香港那種 70年代經過六七暴動之後 英國其實也動動土地的問題 就是大建公屋居屋 十年建屋計劃 通過土地和房屋的供應 是舒緩了很大部分的社會矛盾 以及刺激了經濟增加 但這幾年不是經濟適用房的 就是嘗試模仿這件事去做嗎 但如果以他那個人口比例 和大規模的影響力 我覺得他仍未去到香港那裡 香港始終只是一個城市 你在城市上面 就是解決城市的住房問題 如果你說再加上鄉郊農村的問題 其實當年台灣剛剛老了 去到台灣的時候 都要搞三七五減租 對 台灣三七五減租 其實也是一個相當之成功 通過地主和地主買地 限制地主徵收稅項 又將農村的資金 引向城市發展經濟 不過三七五減租 也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因素 因為國民黨官他們的土地利益主要在大陸 當他們的國民黨官回到台灣之後 他們沒有了土地利益 令他們很願意推動這個土地改革 現在內地那些官 層層都有土地利益的時候 你要靠他們去推動現在這個土地改革 來到舒緩社會矛盾 我覺得可能性就很小了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的諷刺 我看黃仁宇所寫的中國大歷史 他很強調一個 其實朝代的更契 跟你所說一樣就是土地的問題 因為土地去到朝代中期開始 就開始高度集中 所謂中史科要輩的土地兼平 然後農村裡面很貧窮的農民要寫身為奴 然後又要放債收租的樓閘 隨時農民這樣 電戶起義 農民再沒有地方去耕 又欠人錢 很快就入山為匪 所以加上去起義 基本上你老毛或者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 總之可以結束了幾千年來 就是中國土地的樓閘 但是見不到一個屈尾十 反而又見到土地兼平的現象出來 是的 但是你剛才說的農民起義 我還未覺得中國會再走回那條路 因為現在是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 我們看到中國幾千年的小農經濟真的動搖了 雖然現在有大約百成是農村人口 但其實真真正正從事農業或者第一產業的人口 只有百分之三十多 農民真正無農的人口是縮得很多 另外很多青藏年的勞動力其實是由農村走到城市 其實改革開放那三十年 看到的現象就是要發展城市 在農村搶土地 農村人口現在大部分都是老弱殘兵 就算要農民起義也起義不了什麼東西 另外新一代的民工 也不會回到農村去和你起義 很多都已經是城市落地生生 雖然他的戶口仍然屬於農村 但他們不會回到鄉下耕田 當然有一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講到軍事方面 中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我們講的長征那些紅軍 他們大部分都是農民出身 但進了城市 學會怎樣拿小米加捕槍 才可以長征 所以他有堅韌的能力 但是也可以 即是當時槍 或者拿到槍 再不是都拿刀劈 木棍也可以 其實那時候武器都很落後 但到現在首先我們的農民工 城市人進去 都叫他再過黑虎 叫他長征那樣死得 除非你好像利比亞 部份的政府官員倒戈 開放武器庫派槍 如果不是你自己農民 你怎樣拿刀 大刀隊 更重要是維穩這麼大的生意 其實你看到中國共產黨 很捨得花錢去玩人低人政策 所以即使你有這種心去做 那一刻 當你有這種跡象的時候 你自然會消失 這個我也聽過人盯人盯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在美國 那些留學生 都說 應該說有些職業學生在這裡 除了職業學生在課堂裡面 無論是學士也好 碩士班也好 裡面都有 然後外面還有一些國安人盯著 不知道是否要保護一些 不知名的政要的子女 還是盯著他們 我覺得很匪夷所思 我相信是哈佛有 當然了 習近平的女孩在那裡讀 所以現在我們 尤其是進入了一個四五月春夏之家 有些敏感的時期 究竟 最後用少許時間講一下 如果我們想講改革 香港還有甚麼作用 尤其是藉著香港少許的自由 當然 新聞也有說 黃丹和香港政黨搞民主大學 希望人們翻牆 去上課 還是怎樣 但是 好像擺一個姿態居多 療性於無 其實香港可以起到的作用 不能低估 很多時候人們經常講 香港對中國有甚麼作用 改革開放 製造資金 技術人才 這是其中一個層面 是經濟的層面 香港的 社會保障制度 一個人道的社會 建設 還有法制 新聞自由 我們看到現在有些記者 上去採訪這宗江西爆炸案 江西那邊當地人 看到香港的記者 是很願意 甚至熱淚盈康去找他們 即是說回那件事的爭訊 以及說自己的冤屈 這些是香港的軟實力 先其不要說 香港建不了港珠外大橋 那就倒閉了 香港同內地那些 高鐵接不到鬼就倒閉了 香港的軟實力 對中國的影響力 絕對不能低估 你說香港環評 或者港珠外大橋的單位就是 我們發覺 很多評論都提出過 當曾蔭權在說 你正在影響基建建設 影響香港利益的時候 你看看內地 我們看到報紙的評論 一面倒 我覺得香港的法制很偉大 一個婆婆可以對抗 很明顯就是用拆遷的概念 原來可以透過一個司法的制度 透過一個司法覆核 是可以能夠推翻政府的這麼大的工程 還有你香港的環保 你香港104平方公里的地方 它有七成是郊野 實際上開發的土地有三成 它已經建設到整個這麼先進的社會 內地的環保問題這麼嚴重 中國六成的後鳥都在香港找到 你這些全部是香港的軟實力 千萬不要看低香港 還有最大的軟實力是 當年每年六四的燭光晚會 這是香港中國人量心的體驗 人類量心的體驗 我們逢星期六都有國事同學會 下個星期六就是2011年6月4日 我們國事同學會會有一個特別版 推出給大家 希望下個星期六大家留意我們這一集的國事同學會 下個星期再見 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Covic的網上最有幾个星期 如果大家有真相關大師 請他求職員 按一下 我們先來幫助 我們先來幫助 我們先先去旬試 follow 來個人 我們先來幫助 我們先去旬試